台北五央区正式开跑 在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长陈淑慧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理事长王雅为 中家宽评台北市总经理徐雪林 与中山及文山社区大学校长共同主持下 公用频道台北游影山系列活动 影片争选正式起跑 观传局长陈淑慧希望 借这项活动邀请民众以各种不同角度 拍出属于自己的台北故事 其实台北非常精彩 他可以很快的就到 想要接近大自然很快就可以去走走台北大众走 那想要去看看夕阳就到我们大道城 那想要吃也有很多 不管东西南北区 十二个行政区都有很多传统美食 那台北呢 有想看看那个欣赏音乐艺术文化 在台北也非常多 所以今年呢 在那个我们跟有些人电视台的一个合作底下 除了一个开放性的大家都可以去拍 另外一个就是台北的旅行 那台北旅行里面我们夏天又有很多的 不管是大道城的夏日节 或者东区 或者是夏天小朋友的玩水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个题目里面就是台北的各种旅行 我们就欢迎大家 各位市民朋友 透过你的手机 相机 摄影机来拍摄 我们台北各种好的旅行 那让不管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看到 甚至一样影像就是无国界 可以传到国际 所以欢迎大家把台北最好的旅行呈现出来 中家宽平台北市总经理徐雪凌强调 媒体禁用是市民的权利 为了鼓励民众善用公用频道这项公共资源 这次活动总奖金达14万元 最高奖金3万元 媒体禁用是我们台北市民的权利 那这边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特别也希望能够奖励更多人来参加 所以我们的总奖金规划是14万 那首奖有3万 那还有这边我们的活动名称台北游影3 请大家就是要锁定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首都与14所社区大学合办台北游影3 公用频道增见系列活动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今年度除了提供教学资源给社区大学外 为了鼓励社大课程学员 把课堂作品放上公用频道播出 更增设社区大学奖项 期盼学员运用各种媒材 记录台北的在地生活 能文艺术与特色活动 我们在教学的部分 我们就要拜托中家宽平派老师 给社区大学资源 那14个社区大学都可以跟我们协会 或跟中家频道来联络 我们派老师去教社区的民众 怎么样使用影像跟拍照 那么拍完照之后 您就可以把影像传到我们的公用频道 就可以在电视上播出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在年底有一个社区大学奖 提供一万块的奖金 只要您是社大的成员 把作品抛上去 然后您获奖 就有一万块的奖金 我们希望鼓励社区大学的学员 能够多利用公用频道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及中家宽平联手 深化与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获得社大方面的肯定 尤其提供公用频道平台播出机会 对学员的创作来说 更具有实质鼓励意义 现在中家也加进来了 我们是好邻居 我天天上班要经过你们公司门口 希望你们有更多的 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机会 来进来学校 刚刚我在支持的时候 我也讲过 也希望我们高中的孩子们 也可以一起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我们公民新闻记者 目前大概是六七位 是闻山社大的公民记者 那他们一年就可以拍出上百部的影片 然后会有四十几部是精选 就是代表了地方的新闻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 这些影音资料 不是只有进到公共电视 这一个全国频道 因为它我们闻山社大 跟我们台北市12所社大 我们的影音故事 都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 我们希望在台北游影山 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 更容易更方便的看到 然后而且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影音的故事 可以召唤更多人来参与 让大家知道 这一点都不难 台北市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影像争选比赛 分为题材不限的开放性主题 与以台北小旅行 及公民生活为主的特定主题 影片长度从一分钟到三十分钟 再以影片性质分为剧情组 及非剧情组两组 两个组别的首奖 将获得三万元奖金 另外系列活动还包含了 企划案征选 影像人才赔力课程 台北大声工等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一起用镜头发掘台北 这座城市的美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感谢过媒体先进的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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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过媒体先进的离离